你觉得甄子丹的电影哪部最好看? 甄子丹是当今最成功的功夫巨星之一, 在全世界都有着一定的号召力, 你一定已看过甄子丹的电影。 细说小便为大家盘点了十大甄子丹经典动作电影包, 括,夜问导火线追龙新龙门客栈黄飞红之二, 男儿当自强杀破狼等, 这些甄子丹的电影周你对哪部印象深刻呢? 甄子丹十大经典电影一夜问, 夜问是由叶伟姓指导, 甄子丹熊大林任达华樊绍黄主演的动作电影, 影片主要讲述了十九世纪广州, 佛山五次夜问在一场场比拼中, 扛起振兴中华大旗的故事, 影片于2008年12月16日上映首映票房1400万, 首周末票房破3000万总票房过亿, 在影片开拍之前夜伪姓洪金宝和甄子丹等剧组组, 创,多次拜访位于广东佛山的夜问堂, 作为一部带有人物传记性质的动作大片, 编剧黄子恒参阅了诸多历史资料, 并最终选取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这一段, 作为整部影片的时代背景, 二,导火线, 导火线是由夜伟姓指导, 甄子丹,古天乐, 吕良伟,范冰冰, 邹赵龙等人联媚主演的动作警匪片, 影片讲述了香港重案组独产马军, 卧底华生与黑帮的白热化对抗故事, 影片于2007年8月3日首映首周票房2000多万, 重案组警察极恶如仇的马军, 甄子丹是, 一直以来凭借着自己的能力, 为香港警方破获了不少案件, 但同时由于他极恶如仇的恶行, 每次办案的结果总是以独特的办案方法, 总有歹徒被马军打伤, 甚至终身残疾, 所以每次破案之后, 重案组的上司总会接到市民, 以及歹徒的投诉和举报, 三追龙追龙, 是由引渡机构有限公司出品的动作犯罪片, 由王静、关志要指导甄子丹领先主演刘德华特别演, 出, 郑泽氏、江浩文、刘浩龙、胡然、徐冬冬等联合主演, 该片于2017年9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, 该片讲述了能打赶拼的武士豪, 偷渡来到香港为了长久生存之道, 他与心思缜密的探长黎洛联手支霸香港的故事, 为了呈现角色薄豪的鼻梁是歪的嘴巴又比较厚, 电影公司聘请好老吴特级化妆师, 每天花上三小时对甄子丹进行特效化妆, 四新龙门客栈, 电影新龙门客栈由徐克兼职, 李慧民导演梁家辉、张曼玉、 林青霞和甄子丹主演, 程晓东代任武术指导1992年供应, 电影被紧急于明朝中叶剧情描写武林侠师救助中粮, 之后, 跟东产高手在大漠龙门客栈发生了与我炸的遭遇战, 故事,影片以高亢大气的徐北方述说了江湖儿女的恩怨情, 愁, 无论是人物刻画抑或故事气度, 在遵循传统武侠行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, 开一派新武侠的景致, 2012年2月新龙门客栈, 经过画面和配衣修复后在中国内地重映, 《五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》, 《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》是由徐克导演, 李连杰、关之林、莫绍聪、 《真子丹》等主演的动作冒险电影, 本片讲述了《黄飞鸿英国记医学会》的邀请, 与梁宽十三一潜伏广州图中与白联教结下纠纷, 后得革命意识陆浩东支柱寄居英国领事馆, 并结识革命领袖孙文, 清朝大臣袁术为对付革命意识, 煽动白联教团攻打英国领事馆, 黄飞鸿为保存国运命脉, 与袁术对抗并帮助孙文等人逃脱, 该片于1992年4月16日在中国香港上映《六烧破狼》, 《烧破狼》是一部夜尾性指导的时装紧匪动作片, 由任达华、甄子丹、洪金宝和吴京主演, 该片主要讲述了即将退休的督察成果中, 黑社会老大王宝新任督察马军之间的生死搏斗, 影片于2005年11月上映, 在香港播映三天票房极达216万港币, 上映十天票房破500万港币, 港版剧情莫为扎死的王宝将没缓过神来的马军推破, 窗户使得马军坠楼身亡后后意外发现, 马军坠楼后砸到的汽车, 竟然是一直在楼下等待自己回来的老婆停着的车, 车上并带着刚刚出生的儿子七孝太极, 孝太极是由袁和平指导甄子丹主演的一部动作, 片, 影片讲述了一名富有言商的幼子的故事, 甄子丹扮演陈村种是一名富有言商的幼子, 村种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爱这个幼子, 而村种的大哥也很疼爱弟弟愿意为他去做任何事情, 村子里另一家有钱人家的少爷总是跟村种过不去, 时时要跟村种挑衅比个高低, 但是每次都失败, 元宵节的晚上阔少爷在路上摄埋伏暗孙村种和他的大哥, 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村种他们联手教训一顿, 原先为村种准备的鞭炮, 一干, 暗期也全部自己想用, 搭永春, 永春是袁和平指导的功夫电影, 由杨子琼、甄子丹、徐少强主演, 这部影片讲述了永春全创始人盐永春述度与山贼交, 受武艺精进最后逼退山贼的传奇故事, 一伙山贼常年盘踞某山区大胜丰, 山脚下的村子里有一户言信人家以卖豆腐为生, 大女儿永春, 杨子琼是, 自幼许配梁伯涛, 甄子丹是, 他17岁时因逃避恶把逼婚, 所以进山随五枚失态正配配事, 学武, 十年后才回村, 梁伯涛不等永春回来也外出学艺以保护永春, 杳无音讯影片于1994年3月24日与香港上映, 《九情逢敌手》, 《情逢敌手》是袁和平指导的一部动作喜剧电影, 由甄子丹等人主演, 影片讲述了一个人一遍约会一个富家, 女孩同时又跟她的表妹情意绵绵的故事, 《情逢敌手》是响应当时霹雳狂热而拍摄的一部清喜剧, 片, 年轻的甄子丹AD一遍约会一个富家女孩, 同时又跟她的表妹情意绵绵, 花心地耽搁, 屁, 片中有许多年少轻狂的, 玩笑以及非常喜剧化的笑料同笑太极中一样, 正值全胜青春年华的甄子丹在影片中的表演流畅字, 如, 伸手清洁灵活风度年少偏偏, 从早晨起穿更衣穿鞋到骑自行车打网球, 一举一动无不活力四射, 十, 画皮, 画皮是一部由中国大陆和中国, 香港合拍的东方古装爱情魔幻电影, 投资成本1500万美元1.1亿元人民币, 去才聊着这一故事, 陈家上导演周迅、 甄子丹、 陈坤、 孙力等主演, 该片讲述了王生佩荣夫妻与胡妖小为之间的爱情故, 是, 于2008年9月26日上映, 截止2008年10月19日累计票房达到2.12亿元, 该片获得了第13届中国华表奖优秀合拍片奖, 并入为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奖,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细说为您带来视频,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对您有所帮助, 如果您对本视频有任何疑问或建议, 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您的问题, 同时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有价值,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, 让更多的人受益于这个视频,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。